毕业季刚过 那外界也好奇 在首都台北市的毕业生 是一毕业就投入职场吗 北市主技处公布了最新统计 向111年毕业 而且是涉及在北市的大专毕业生 留在国内发展总共是2.9万人 那相较110年减少了388人 其中可以工作的人数是2.4万人 相较110年减少了1155人 那从这些资料中也观察到 这些毕业生又涉及在北市的 投保劳保者总共是1.7万人 其中在北市工作者占了67.5% 那其实近5年这个比率都超过6成6 而且是居各县市的第一名 比第二名台中市还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以上 那主技处也就111年 全国大专毕业生在台北市工作 而且有投保劳保者的4.6万人 做了一些分析 就是他们的行业结构 其实占比前四名的有这些行业 第一名就是批发跟零售业 占了19.6% 第二名是专业科学 还有一些技术的服务业 占了14.2% 第三名则是金融跟保险业 占了10.4% 那第四是出版影音啊 资通讯业等等 占了10.2% 然后其实这四类呢 就是前四名也显现了大专毕业生 在台北市工作主要就是集中在这四大行业